环保志工是地球的保姆 他们平常做的事情真的很了不起 再看马来西亚这位环保志工陈瑞群 他在1月份的时候发生一场车祸 还因此住院了 结果其他的志工好友不间断的关怀 给予他鼓励 当他身体康复一点的时候 志工陪着他 第一站就是回到他最爱的环保站 就大家的祝福 他有力量 今年1月 慈离志工陈瑞群发生车祸 身旁的志工很为他担心 一路陪伴到医院 好像觉得很难 一定要去跟他招了X1 招了以后就发生了 就要求他放Ambulance来 在瑞群世界来 你看 我才讲 我没有手抓上人的终于 有 感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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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养病期间陈瑞群 一致很牵挂 无法出席 随莫祝福 这次大家特地把他的期盼送来 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子 然后那种感动的东西出来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次他跌倒 每个都很关心他 他不可以出去嘛 我们来到这边他是很开心嘛 就希望他开心 他病都很快好 感情如同一家人 好不容易能够出门 陈瑞群最想要来到环保站 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多人 这样有心 每个又看我 帮我拿饭 拿菜啊 总是那种感觉是 很感恩就是了 真诚的情谊像是一铁良药 加快陈瑞群想要付出的力量 戴新闻郑伟伦 骆辉瑶 马来西亚报道